嗚! 終於好會吃哦 歡迎收看CT的單車頻道 今天呢 小弟要來做一集非常特別的企劃 那就是V02 MAX 的測試 在現在人人家裡都有訓練檯跟功率計的狀況下 要取得FTB值已經非常容易了 但是要取得VO2MAX最大攝氧量的值呢 則必須要到專業的實驗室由特殊的儀器進行測量 雖然說現在已經有像GAMI的手錶能夠用估計的方式 透過你的息率的一些變化什麼的去誤算出你的VO2MAX 而這次呢因緣機會下在這個300瓦群組裡面有大大呢 在徵求測試真實的VO2MAX值 而且呢我學長剛好也在這間公司 所以呢這次呢我就找了幾個海鷗的高手呢 過去體驗一下VO2MAX的測試 而這項測試呢必須要收集一些騎乘者的一些資訊 包括一些功率的一些參數 因此呢我找了大家呢到這個功率的一個房間呢 進行一些功率的裁剪 就繼續游下去啦 我的小吉利家我就跟你說平常都會騙 4秒 4秒 還有40秒 我一定要打破他的天氣 一趴就說 9 9 8 7 6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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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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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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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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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也到了GOLMORE測試中心 首先就由周董先上來為大家測試一下吧 在輸入完簡單的資料之後呢 然後呢帶上這個氧氣面罩 以及心率表等一些感測裝置呢 就可以準備開始測試唷 那這次呢也見到這個300瓦社團裡面 真的FTP有300的JR搭起來 不過他害羞我只好幫他做一個超棒的馬賽克擋住他囉 這時候實驗也Ready了準備要開始囉 這時候呢我們就可以來了解一下 我們今天來測試的這一間GOLMORE這個中心 他主要的一個業務是什麼呢 那GOLMORE主要是一家專注於專業運動科學以及AI智能教練的一個解決方案 他能透過精密的體力演算法 打造即時且個人化的體能模型 所以呢能夠提供即時專業的運動生理分析指標 以及AI智能教練指導 給使用者一些Tips喔 所以到這邊呢我們就可以知道 若若你要透過AI來幫助一般的使用者進行這些體力模型的預測 則我們就必須要有一些測試者呢來提供這樣的一個資料 而我們今天呢剛好就有這樣的機會呢來當作這個測試者 那測試者也不是隨隨便便的人都能參加喔 其實呢他們給我們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條件就是 就是來參加的人呢你要有能ALL IN的一個準備 好還好我今天找的這幾位呢平常呢就是 專門ALL IN把人家拉爆的 所以呢今天的話我們用科學的方式呢把他拉爆吧 欸走斗已經測試完了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你先坐好坐好坐好 我怕你等一下跌下來 再到他人體高潮啊不人體極限的時候呢 要馬上採集這個血液的樣本 進行一些乳酸的分析 欸有沒有回海的感覺 啊 壞死了 剛剛那個奈何橋的景色怎麼樣 我沒有沒有喝湯了 非常累 有要比戰車貨還累 有 所以表示你戰車貨都沒有ALL IN 屁啊 每次都被你拉爆還沒有ALL IN 這集我很看好你 可是其實我比較期待你跑這一場 接著呢就輪到我們最愛開火的 阿玲哥來測試啊 為了防止空氣跑出去影響測試呢 這個氧氣罩呢會有一定的緊密度 那就會對我的這個臉部造成一些壓迫感 其實呢這個 呼吸上是還有一點點的不習慣 雖然說呢這樣對實際的結果 不知道有多大的一個影響 但是我覺得至少會對意志力會有所 削減 正前他們看應該蠻無險 他好像到最高點的時候會有一點 真的耶 這家大神馬上點出阿玲哥有 膝蓋體會不正常的現象 總測量VO2MAX的這個儀器呢 平常的人應該是不太會買一台放在家裡啦 因為這種都要數十萬三百萬 才買得到 一般呢都是這種體育大學或者是國家隊的這種 測試中心呢才會有這種 神奇的儀器 那目前我還沒有看到台灣有付費可以去測試的一個地方 好像對岸香港那邊是有 一次的費用也不是很便宜 所以呢今天來說呢 雖然說是有一種自虐的 感覺但是 有測就是覺得有賺到的感覺 而且可以真的理解說自己的 VO2MAX值是 多少 就有點像你裝了功率劑之後呢 車上會顯示你的瓦數那種感覺一樣 蠻特別的 所以這種交傳聲音聽起來 真的會讓你有點焦慮 可以看到汗水 超過這個黑色的天花板 自己的落下的更加的危險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像是跟那個 動物園的高鐵團 這個 你在後面會一直吃到前面的汗水 是很正常 因為大家都幾乎全開 好久好久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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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要不要下來不要下來不要下來 有沒有覺得人生打到另外一個點 噢 啊快窒息了 表示你車的是最有效的數據 啊想要再踩 受不了 就像我是一致力不住 我怎麼快就很喘 再來是一節的VO2MAX測試 但由於一個會場呢 只能允許兩個人進入 那這一段呢 就有阿玲哥幫忙拍攝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畫面會這麼的少 所以對不起一節啦 你的畫面真的沒有很多 不要怪我啊 一節應該也是少數 女性受撤中 能夠這樣子ALL IN的人啊 那最後還是輪到小弟要來測試啊 那因為這個部分呢 我是自己加了一台GoPro的錄影 所以我就可以取得全程的一個畫面 有興趣的車友呢 就可以慢慢的看下去了 我已經盡量的快轉了 那因為RAMP的FTP呢 每一分鐘呢 會加20W上去 所以呢 我就很快的給它快轉剪接過去了 那大家就慢慢看下去吧 那至於VO2MAX值呢 到底真正的實際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有把一些相關的文章呢 貼在我的這影片的說明裡面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點開來仔細看喔 那我這邊呢 就截錄一下 然後一些專家的一個說法 那最大攝氧量 V2MAX的意義呢 其實只是每分鐘 每公斤 體重 身體所消耗的一個氧氣量 的最大值 所以呢它也是 明估心肺耐力的一個 絕對指標 那會影響這個攝氧量的變數非常的多 包括你的這個肺臟的功能大小 經過上交換能力 心臟血管 除了能力 紅血球 再氧的樣子 都會影響到你的最大攝氧量 當然呢這個數字呢 也不一定能保證 這是你的這個 寫成的一個能力 那就跟FTP一樣 然後MV的這個大小值 並不會 那是絕對影響 卡坡 或者是我騎乘的能力 指標 老實說呢 如果你有看我頻道直播的人呢 我之前在託那個RAMP 和MV的測試的時候呢 最後一關是踩到這個400 加油 不過呢 1月去滑雪的時候呢 有一點點這個撞傷了 所以呢 這個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呢 沒有辦法 好好的一個騎車 所以呢 我覺得這次呢 也是有影響到啦 不知道是因為氧氣罩 讓我們難以 難以撐下去 還是說 因為這個卡系 沒有上卡的關係 可能不知道 那我覺得這次撤出來的這個 數值呢 應該是 上一次直播的時候 還要再低一點點 10分多都不及 不是低一點點 是低滿度啦 加油 所以有可能照著他們這個 數值呢 會不會有些影響 又要退了嗎 又不好聽到那個下面的嗎 他現在踩高視台 不該拆了嗎 我把他拆了 加油加油 有喔 沒有喔 沒有喔 我把他賣起來 我把他賣起來 加油 撐一下撐一下 加油加油 撐一下 撐到了 撐一下 是 撐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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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到 三百八了 這麼多嗎? 三百八了 三百八了 不行 這次真的騎到三百八就沒力了 因為很久沒有這樣子練 所以呢 真的 你一陣子沒有騎車 你的騎車能力掉的速度非常的快 騎車真的是一個進步很難 但是推步很快的一個活動 所以呢 建議大家如果要偷懶的話呢 盡量不要偷懶超過一兩個禮拜 你跟我說你可以全是四百 我要三百六 喔 如果一隻一這麼強 你可以跟到四百 結果三百六說我不行 我要想說你如果可以跟到一百三百八 我再放你喊加油 所以三百六就跟我說我不行 沒有 真的沒辦法超可以啊 加油太慢 欸 有人加油還是有差 會有差會有差 最後聊聊一下測試的結果吧 那詳細的數值呢 我方便透露 這是大家個人隱私的問題 不過呢 我們這三位 阿玲哥 周董和一姐呢 大概都是落在平均人的一個上限 甚至有超過 超過一點點的一個現象 當然呢 跟這個職業選手呢 還是有一段的一個距離 那小弟我呢 自己的數值呢 其實就是一般人的數值而已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所以呢 正在收看頻道呢 你們呢 其實隨便練一練 都會比小弟還要強 所以一定要給自己信心喔 那今天的節目呢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好 還好 還有一口氣能跟各位介紹 好 這部影片真的拖了太久了 那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跟訂閱喔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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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